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今天10月21号星期六京广五件新闻 政府祭出减税旧观光 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 中央的行政程序已经完备 她希望能够做到更周延 让县市长都能支持 才能避免被批评为中央请客地方买单 请听以下的报道 为提振观光业 交通部日前宣布将减免游乐业及旅馆业的房屋税和低价税 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 针对新级旅馆的税负减免 要减税的项目 包含地价税及房屋税等都属地方税 因此需做得更好 争取地方支持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更周延一点 县市长都能够支持 那这样才可以避免中央请客地方买单这样的批评 当初在开会的时候 出席的地方政府的代表成绩并不高 还是要让地方的县市长能够知道 征得他们的同意 这个政策才会有效果 另外 前院长林全曾决定将捕风捉舌的业务回归农政单位 不再由消防人员处理 对此 赖院长指出 当时他担任台南市长 衡量地方情况 执行上存在困难 即便台南市这样的农业大县 农业局人力人不足 因此当初在支持中央政策的情况下 采取权宜做法 将农委会补助经费直接给消防局处理 作为奖励金 他认为 消防局及消防队遍布各地 机动性足够 若交给农业局 在人力不足下 势必要委外 布点不够多 就无法及时解决市民的问题 金广记者林玉清综合报道